新北市联合院区三重院区 日前在深夜有黑衣男子大闹急诊室 不过现在案情急转弯 当天这名男子出面指控 医院原本是要给家属签的 是转入家户病房的同意书 事后竟然变成了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护理人员没有交代清楚 害他差点牵挫 认为是严重的医疗疏失 才会情绪失控 而对此院方坦诚 可能是误把病危通知书 讲成了放弃急救 不过并没有延误 黑衣男子情绪激动 闯进护理站狂揣柜台 要对方给交代 深夜大声咆哮 不止病患 护理人员也吓坏 干净安抚 原来双方会爆发冲突 就是差点签下这份文件 随便便叫家属 先什么放弃治疗 麻烦请我们给家属一个公道 原本说好的转家户病房 转身回头竟变成放弃急救 指控护理人员没说清楚 情急之下差点签字 警方到场调解才稍微让气氛缓和 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 双方医院前再度爆发冲突 那就是你们的疏失嘛 没有影响到任何急救的措施 就算我今天签下去了 你们不急救了算谁的 不要遇到问题就料跑 事发在12号晚间 联合医院三重院区 当天男子爸爸身体不适 送到院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而男子指出当下护理人员 给签字的文件是用平板 字太小完全看不清楚 签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他根本就没有讲清楚 摆明的就是一个医疗书师 但是他们却用误会来带过 我觉得这个是人命不能开玩笑 其实只是要一个道歉 请他签的是病回通知书 但是可能我们的人员有误 讲成放弃急救同意书 但事实上这件文件也没有签 院房表示误会当下已经解释清楚 全程没影响急救 而面对病况家属难免心急 切记还是冷静处理 以免波及无辜又不小心流伤官司 记得陈宇轩杨文豪 新北参播等